5.刘亦菲绽放于岁月长河中的天仙姐姐 在光彩夺目的《娱乐星空》中 有一颗恒星始终以其独特的光芒耀眼夺目刘亦菲 被无数粉丝亲切地称为天仙姐姐 她以85后颜值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时间的洪流中愈发璀璨 她的故事始于2002年的金粉世家 当时年仅16岁的她 如一朵初战的莲花 纯洁而神秘 她的面容像是上苍精心雕琢的杰作 从屏幕深处传来 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 从那时起 刘亦菲便开始了她的星途旅行 带着一张能让时间停滞的脸庞 走入了公众的视线 在镜头前 她化身为一幕幕古典美的代言人 无论是娇俏活泼的王雨嫣 还是灵动飘逸的赵灵儿 亦或是冷若冰霜的小龙女 她都以其全方位的美丽 将每一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的美几乎成为了每个角色的标签 然而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背后 她的演技往往被她的颜值所掩盖 观众们往往忘了去评价她的表演 却只记得她天生丽质的容颜 她的身形不同于当下流行的风雨标准 但她所散发出的气质 却是任何造型和服饰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份独到的气质 让她在长时间没有新作品问世时 依然能保持着那份让人难以忘怀的魅力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 刘亦菲带着东京梦华路和去有风的地方 重返观众视线 这一次 她不再是那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天仙姐姐 而是更加亲近人心的邻家女神 三十多岁的她 依旧美丽却多了一份人间烟火的温暖和亲切 如今 刘亦菲正站在她事业的新起点 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期待她能带来更多精彩绝伦的作品 期待那个曾经轻盈走过迎平的女子 能够用她的演技让自己的美 真正的永存于世人心中 杨幂杨幂 从童星到时尚巨星的华丽蜕变 杨幂用她那不可多得的颜值和气质 诠释着85后颜值天团的最高荣耀 1986年 一个未来的星光诞生了 她的名字叫杨幂 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充满艺术气息的走廊里 她酝酿着属于自己的梦想 时光追溯到2006年 一部古装剧《神雕侠侣》中的锅香 使杨幂的名字如同星星划破夜空 惊艳了时光 此后的她 如同开启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个又一个角色 无不充满了屏幕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然而 杨幂的演艺生涯其实远比人们所知的要早 1991年 她作为一颗童星的亮点 就在荧幕上闪烁着 岁月流转 她从那个清澈的小眼眸成长为如今的演艺圈璀璨的明星 关于演技 杨幂始终处于风口浪尖 争议仿佛是她的另一件标签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影迷心中的地位 她用自己的方式 静静地 却坚定地告诉世界 我用心在演艺每一个角色去年 杨幂更是以她的勤奋和努力定义了忙碌 连续为26本杂志拍摄封面 每一张照片都是她美丽的见证 费加罗杂志上 她的身姿如同画中走出的女神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她的每一个造型都不是简单的随意之作 那随意搭配的丸子头 耳边的圆环 还有那紧深的高领毛衣和白色背心 每一处都流露出对时尚的深刻理解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而那脸上的几颗小雀斑 更是如天赐的点缀 让她的美丽更加自然 更加真实 在蜜桃舞中 无论是挑战自我 还是面对镜头 杨幂总能以她那曼妙的身姿和倾城之貌 俘获一众粉丝的心 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 她独特的魅力使她无可替代 杨幂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她不懈的努力和对演技不断的探索与魔力 我们期待着 这位从童星到时尚巨星的美丽蜕变 将继续在她的事业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颖Angela Baby的追光之旅 在繁星闪烁的娱乐天空中 有一颗星以两个名字闪耀 一个平凡 一个耀眼 杨颖 一个名字隐匿于日常生活的朴素中 而Angela Baby则如同银河中最亮的星 照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夜空 1989年 这颗星星诞生于一个普通的世界 但她的轨迹注定非凡 杨颖在14岁变态入了模特的殿堂 那里是造梦师精心绘制的华服与绚烂的美光交织成的世界 四年后 这位年轻的模特脱下身上的光环 她也入了更加多彩而充满挑战的演艺领域 她的美 无需雕琢 却在荧幕上显得声色 演技的不足成为了她星图上的暗流 尽管如此 这颗星并未失去光芒 Angela Baby的美丽与优雅让她成为了高定女神 每一次亮相 她都是无数闪光灯下最耀眼的存在 时尚界的至高荣誉频频向她招手 她的身材甚至在严苛的视角下 也是那般无懈可击 尤其是她那盈盈一握的腰 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然而 即便她的身形如此轻盈 Angela Baby并没有满足于仅是被赞美的对象 她深知 在演艺的世界中 外表的光环是异式的 唯有不断魔力的演技 才能铸就长久的辉煌 她在节目中调整旗袍的一针一线 就像在调整自己的演艺路线 一次次的尝试 一点点的进步 私底下的她 褪去华丽服饰 穿上简单的运动服 依然是那么的舒适与随性 生活中的Angela Baby展现了另一种美 一种平凡日常的 真实而温馨的美 她的身材 在生活的镜头前没有坠肉的痕迹 就像她对演技的追求 一丝不苟 杨颖知道 人们眼中的樱桃小口 杨柳腰是她的优势 但她更希望人们记得她的是 那个努力完善自己 渴望在演艺圈真正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演员 她不畏前路的风雨 不负上天的恩赐 她的故事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经历了从杨颖到Angela Baby的华丽转变 但这只是个开始 她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每一个夜晚 她都在追逐那属于自己的光 这是一场光与梦的旅程 而Angela Baby 正以她独有的方式 绽放于美光之下 张雨起从浮沉中奉舞九天 在华语影坛的璀璨星河中 有这样一位女星 她用一部鬼吹灯的雪莉扬 将萨爽与妩媚交织的魅力 定格于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她就是张雨起 1987年 她降临人世 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时间的流转 见证了她从2006年 涉足影视圈的那份青色 转瞬间 这位星星便在荧幕上绽放光芒 事业之路似乎一帆风顺 然而 如同多数星辰的轨迹一般 她的个人生活并非无波无蓝 爱情的风浪 让她一度失去了前行的方向 自暴自弃的她仿佛一失了光芒 然而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颗星将堕落之时 张雨起如同浴火的凤凰 决意重燃生命之火 她开启了一场关乎自我的逆风之旅 一场减肥计划 努力不息 汗水凝聚成最美丽的勋章 那是健美与锦时的完美融合 张雨起的身形并非传统的S曲线 她更像是大自然雕刻的艺术品 A型的轮廓 细腰配上窄胯 成就了与众不同的风格 她的头显得娇小 与宽阔的肩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谐之美 那双直而长的腿部 如同雕塑一般线条分明 肤色如雪 每一部似乎都能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优雅 浪解一中 黑色衣裙包裹的张雨起 用她的长腿征服了所有目光 在八五花中 她的身材或许并非最顶尖 但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与充满诱惑的面庞 却为她赢得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在这个崇尚鲜瘦的娱乐圈 张雨起的丰满展示了美的多元化 她不仅仅以一种姿态存在 而是成为了多样性美的代言人 让世界看到不同的风情万种 如今的她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被爱情打败的女子 每一个跌倒后重获新生的日子都是她在娱乐圈凤舞九天的最好证明 张雨起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不屈不挠 美丽与力量并存的象征 妮妮妮妮的美丽逆袭 在璀璨夺目的娱乐星空中 总有那么几颗星 以不同的光芒令人迷醉 妮妮便是其中的一颗 她那由内而外散发的独特气质 使她在众心拱跃的迎平世界中脱颖而出 荧幕出战 一个名叫赵玉墨的角色将妮妮带入了无数观众的视野 在《金灵十三差》的古旧色彩中 她的眉目间传递的情感深重而纯粹 仿佛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承载着层层故事 自2001年的这一月成名 她的演绎之路便注定非凡 如同跨过一道彩虹桥 妮妮似乎迈入了一个奖向云集的光环之中 她的演技或许在挑剔的业界眼中还未知巅峰 但已足够让她与奖杯的灰光下绽放笑颜 尽管争议生中 人们对于她的艺术道路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 但她的名字却因那份与众不同的风采而被铭记 她的外在之美 不依靠惊世骇俗的容颜 而是一种从平淡中生长出的灵动与魅力 就像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那张滑板照 紧身服装下勾勒的身姿 既是运动中的力与美的展现 也是她用汗水和坚持支撑的自信 妮妮所拥有的 并不是那种一眼即可辨识的美 她的美需要细细品味 如同她穿上旗袍时流露出的东方女性独有的柔情与刚毅 如水墨画中的线条 柔而有力 细腻而不失坚定 虽然在那被称为八五后花旦的群星之中 妮妮可能并不是最为妩媚动人的一个 但她却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坚韧和不屈 在这片看似肤浅的娱乐圈 妮妮用她的方式告诉世人 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光鲜 更是内在独特气质的流露 是一种不畏世俗眼光的自我坚持 正是这份坚持 让她在无数璀璨夺目的星星中 宛如一朵清新脱俗的莲花 与你而不染 静静绽放 妮妮的故事 就像她自己一样 既真实又不乏传奇色彩 提醒着我们 每个人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 演绎出自己最为动人的一幕 这就会有点主要 感谢观看